由马来西亚国际青年商会举办 槟城文华国际青年商会承办的 2014年度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提名竞赛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凡年龄继于18岁至40岁 在十大领域拥有耀眼成绩的各族青年 都可角足此奖项 在槟城站的造势活动上 筹委会主席陈伟黄表示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表扬专业工作领域上有卓越表现 及对社会做出的各族青年 使他们成为年轻人的学习楷模 受邀出席的滨州第一副首长兼掌管 滨州工业发展及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莫哈莫拉西在致辞时表示 滨州自阔别十年后 再次被选为举办十大杰出青年奖 对此州政府将会基于支持 同时也会鼓励更多的有族同胞 积极参与 此次的造势活动 主办单位特地邀请了两位历届的 大马十大杰出青年奖得主 分别是2007年大马十大杰出青年奖 商业经济或企业成就奖的 荣誉得主洛永才 2007年他成功将自己的公司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目前他积极于从事关爱 女性健康的事业 及推动妇科癌症省觉运动 他在分享会上表示 许多人在面对困难的过程中 缺乏正面的想法 因此往往在遇到挫折后 就会感到气馁 但是其实只需一个转念 就可以把障碍变成挑战 甚至是机会 同时他也表示 人往往会有很多的计划 但是如果想要成功 就不能只是空想 必须靠实际行动 才能落实自己想要的目标 但是你还不能落实到 最实际的操作的层面 所以这只是行动会给你 所以你会有一个正面 但这面要是非常明显的 另一位分享人则是 2013年度马来西亚十大 杰出青年奖 个人发展及成就领域组的 荣誉得主黄国辉 为了忠于自己的理想 他毅然放弃了公司提供的 10万令吉奖学金 放弃了一个成为首席研究员的机会 选择进修心理学 他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期间 研发了一个分析人的个性 提供合适的课程选择软件 此项研究更获得了大学级世界级的比赛肯定 但是这些都不是让他在马来西亚十大 杰出青年奖脱颖而出的原因 他认为获奖的原因不在于 他的成就有多耀眼 而是他那一份乐于助人的精神 2002年 I'm going to jump now 他说先不要打一下 我们去 然后他说 Micheer 然後他就叫你 然后他说,"yeah 延 had 然后他 isolation su情都抓捕 unmog database 因为你如果去拍摔 签子也会捕捕 所以 骁人滨 血骨会 然后当时发现 الح second 你可以看到 他说 itself 女子会爆炸 热心女子 所以这是女子 但是不是女子 其实是女子 2014年度的马来西亚十大节出青年奖 从4月就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将从原本的7月份 展延至8月31日 而颁奖典礼则定于11月12日 在宾州大会堂举行 罕市记者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